据央视新闻援引泰国媒体报道 10月6日 泰国东北部农罗兰普府发生恶性枪击案件 袭击者向当地一家托儿所进行无差别射杀 目前已造成34人死亡 嫌疑人是一名前警察 因被解雇心生不满而犯案 事发后驾驶白色皮卡车逃亡 在被围捕过程中自杀身亡 另据路透社援引泰国媒体报道 嫌疑人还枪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泰国警方确认 枪手是一名34岁男子潘亚·卡姆拉布 BBC援引当地警方消息称 该男子一吸毒而被解雇